他被誉为官府养生菜创始人 他将如何定义官府养生 传承经典美味 八个字 他的绿色 健康 传统 时尚 无数光环背后 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命红堂街头也要出人头 本期记录东方即将播出 官府养生菜创始人郭文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记录东方 说起著名的贺岁影片诗神 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印象 片中主厨的高超烹饪技艺 高度敏感的味觉神经 对于美食的执着和添资 让食神的形象深入人心 很多人觉得食神只是喜剧中的人物 然而 今天我们就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了他的原型 听他的人生经历 不仅能体会到菜品当中的酸甜苦辣 更有食神自我人生中的五味杂陈 他就是官府养生菜创始人郭文俊 进到郭文俊时 他正在和团队成员开礼会 很多人对他的才华横溢赞叹不已 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美食行业投入到互联网的厨师 更是中国第一个拥有MBA学位和美国加州管理大学 荣誉美食博士学位的厨师 可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硕果 并不知道他成长背后的故事 郭文俊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小山村 最初对于厨师这个词的印象来自于父亲的教导 然而少年时期的郭文俊对这行很排斥 可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在他14岁那年 拜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 我师父就是叫丁广州 他是这个丁氏这个玉厨的第七室船人 对徒弟现在来就是来说 那简直就是特别严特别严 可能就是那打 那就哪一点做不好 那立马就会要不然拳头 要不然就是脚 所以说一直就包括现在 因为在工作的时间 好不说自己感觉没做好的时间 随时就感觉老师的这种身影就在后边 严师出高途 在严酷的训练过程中 郭文俊成长飞速 在美食界摸爬滚打的三十余年里 郭文俊把制作美食的每一道工序都烂书于心 对于每一个细节都精准把握 我记在这个是八几年 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比赛 这个是把这个活鸡做成鸡丁 比时间 比味道 当时我是用了这个是一只鸡 炒成鸡丁 用了两分钟 可以说整个这种过程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一个速度 并且还得把握 所以说当时就是练了这个基本功 可以说是非常杂志 师傅 今天为这些热心的观众准备的是什么菜呢 准备了一个炸牛蛋鸟 这是郭文俊于九十年代初 接受地方台采访的一段视频 当时他的厨艺已经备受推崇 可谁能想想 在最初外出打拼的那段日子 他也曾身无分文 甚至露宿街头 当年那种艰苦的情景 而坚提起 仍旧历历在目 有一天晚上 这个是 我去那时间广州 好像已经也就是一个多礼拜了 可是基本上你没有钱去住宾馆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是 可以说是露宿 好像广州路边这个小吃很多 这个什么那个炒那个什么小哈利啊 然后卖点啤酒啊 当时他们放了一个黑白的电视机 影响对我特好深套 当时这个是里边就有一个主人公 大陆的 好像跑到这个台湾 跑到香港去 跑到香港去之后 就在这个是 晚上也是露宿街头 我感觉这个主人公 好像当时就是 就像是我一样 他几句台词让我 真的一直到现在 对我是一种 这个触动 当时那个主人公主 他说 我要就是 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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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 也要出人头 凭借着杰出的烹饪技术 崇高的敬业精神 及执着的追求 今天的郭文俊 已经成长为 美食界的代表人物 不仅如此 他还精通菜品设计 厨房管理 还擅长使用天然草木药材 秘制成汤 他自创的菜肴 深守时刻好评 多次成功接待 国家重要领导人 和国外友好人士 可是他并没有被荣誉和赞扬 冲昏头脑 而是开始思索又一个重要课题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 五年之后 中国这个餐饮会像什么样发展 肯定是 人健康 健康就要养生 养生就要学会吃 就要吃对 当时就是 当时这种方向一定之后 就开始在这方面学习 这个养生菜 我它定的有个理念 有八个字 它是绿色 健康 传统 时尚 所以说我们在选用原材料的时间 一是选择 是尽可能是 绝对是在天然的 你看很多的这些原材料 在这个找这个原材料 再做一道 好比说这个特色菜 是一道让它就是成为 一道官服 也真正的官服养生菜的时间 这个原材料上会严格把关的 官服养生菜 不但要保持中国传统的烹饪精华 更要推陈出新 最重要的是 要吃出国学的文化内涵 其实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然而养活和官服养生是两回事 前者是基本的生活需求 而后者则是对生活质量的关注 因此 官服养生菜中的核心 是胃为先 养为本 接下来 郭文俊将亲自示范 如何将官服养生菜的味道进行分解 让大家知道 原来味道也是可以层层递进 回味绵长的 就像这个小米辽生 我可以给你谈到怎么去分成 当喝这个粥的时间 树树口 清水树树口 轻轻着口中的这种 沾染的杂味 然后品这个小米粥 当你品到这个小米粥的时间 第一口已经进嘴的时间 不会感觉到它非常香的 这种非常鲜的这些东西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东西 它是味道非常干净 然后第二口你回味 它说香了 这个厚味感觉很香 你再吃第三口再回味的时间 满口鱼香 郭文俊的官服养生菜 是一种引导消费型菜系 它让消费者知道 吃什么才营养 怎么吃才科学 如果老百姓真正能明白其中道理 如何让消费者明白 我们吃的营养在哪里 为此 郭文俊要求 从后厨到前厅的每个工作人员 都要对每一道官服养生菜的食品来源 制作工程 口味特点 营养成分 以及疗效作用 熟记在心 郭文俊 在绿色健康饮食方面 不断地追求创新 在传播官服 养生文化的同时 也演绎了中华美食的精髓 这个每一道菜 我的感觉实际上是情 现在这个菜品 我感觉不是用手去做 而是用心去做 如今靠着多年的积累 郭文俊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通过上 温 升 意 养 等五个行标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食客朋友们 他也经常以食会友 给身边的朋友展示他的菜品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喜欢他菜品的人越来越多 就在短短几年里 郭文俊的官服养生菜 纵横于中国的菜野界 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 创作成了一首歌曲 接下来 让我们在郭文俊的歌声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做一道特别的菜给你 把所有的爱都融进去 请教习卓日的每一道工序 那都是我